第32章 此时外面传来天地天后驾铃的声音 阿里汉无判官以公营的知识迎接天地和天后 清玄又挂上身人物尽的脸迎接天地和天后 天地一见到清玄热络上前要拍清玄的肩膀 清玄力竭避开天地尴尬了收回手 还是热情的问候清玄 清玄简短的回复 直到天地问清玄鬼魂失重案的事 清玄才有了明显的反应 清玄将他所调查的事都跟天地禀告 天地一听震怒了说 红旭这妖孽居然还能复活 实在可恶至极 要不是紫玲制造出这妖物 三界又怎么会衍生那么多问题 前后加起来害死那么多条人命 可恶的牡丹花精 清玄揭默不语 天地说现在骂紫玲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对他死心的吧 清玄还是不语 天地想在劝说时 被天后拉住了衣袖 暗示他别开口 天后关怀问清玄 花妖藏在人间 那他是不是要呆在人间找花妖 清玄回世的 早年他曾救过一位捉鬼师 他现在暂时住在捉鬼师家 天后说现今的凡冷 心思诡决无形 已不像千年前存粮了 他忧心会有人利用清玄的身份 大作文章 清玄要天后放心 这位捉鬼师正直无邪 是能信赖的人 天地听完 冷漠的问清玄 他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凡冷吗 没有其他的人或动物吗 话中带着怀疑的含义 清玄才说 还有捉鬼师的家人 即凌圣妖王跟雪魄 天地气愤的斥着清玄 为何要拉妖界躺着浑水 他到底要丢神主多少脸才够 清玄又不吭声 天地见清玄闭嘴的模样 满腔的怒火熊熊燃烧 怒骂的声音渐渐的提高 指清玄凡事自己做主 当初一意孤行 跟地上王菩萨来明界 结果明界管不好就算 帮他学明王妃也不要 宁可取一个牡丹花金 结果害三界不安宁 问到不想说的就不说 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懂事 文判官小声的跟阿里说 怎么每次天地来看明王大人 都一顿骂 而且每次都要拿成年往事来骂 就像老妈子在骂小孩 阿里回文判官 先天地天后早逝 天地那时刚值七年 刚上任天地之位 又要照顾年幼的明王大人 再加上天地还没有小孩 自然对明王大人过度的在意 阿里回想起清玄的童年 都是这样站着听天地的训话 当他渴望得到哥哥的关爱时 哥哥给他只有责骂以及压力 他们是神族 有守护昌生 维护三界的责任 不断用这些话灌输给清玄 如果清玄身在妖界或者人间 或许会比较幸福一点 我们判官明白 可明王大人年幼的事 阿里大人从何得知啊 阿里笑了笑 指自己是先天地 在明王大人出生后不久 以上古神时 祝照他这把清离剑 跟随明王大人左右 所以他对天地一家的事 才会了若指掌 可文判官认为 天地这样骂明王大人 太不给他面子了 再怎么说 明王大人在明界 可是很有威望 阿里也无奈 正因如此 清选才会选择离开天界 来这明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唉 天后见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阻止了天地 说明王也不是小孩 花腰得是自有打算 眼下还是让明王先处理事物 才是最重要 接着对阿里跟文判官使颜色 阿里激灵的拉文判官到天地的面前 说地狱有几只恶鬼作怪 悲惨的十万火急 得要明王大人先去处理 天后拉着天地说 明王有要事忙 他们先回去吧 天地才心不甘 情不愿被天后拉走 等天地消失不见 阿里才呼了一口气 可清选的脸色 十分难看 告诉文判官东西要收好 又跟阿里说 让他先回去保护李瑞颖 他很快就会回去了 要他别担心 还有告诉雪魄 有人在监视他们 阿里领命速速离去 第三十三章 早晨 施送坤的车开到校门口时 却发现有几个警察 在带门口徘徊 施文奇和李瑞颖有不详的预感 迅速的下车 奔向了教室 教室内 学生们聚在一起 七嘴八舌 施文奇与李瑞颖凑过去听 说工友早上在垃圾车内 发现了一具尸体 下着报警处理 听说那是一句全身赤裸女尸 超恐怖的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残忍 该不会是先奸后杀吧 天啊 明天不敢来学校 太可怕了 同学们你一句 我一句了 施文奇拉李瑞颖回到座位上 李瑞颖问会不会是红旭做的 施文奇说不会 雪破讲红旭已经不需要稀释魂魄 而且红旭从不稀释活冷的魂魄 李瑞颖回那会是谁做的 施文奇表示不知道 回家再跟大家讨论 到了半晚时分 施仲坤的车停在李平的店外 施文奇跟李瑞颖充忙了下车 打开店门冲进去 施文奇拿着遥控器 开启了电视 与李瑞颖坐在椅子上 李平不解他们是怎么了 施仲坤和学部走进来 说他们的学校发生了命案 新闻现在应该再播 而趴在地上的白狐里 站起来的活动身体 下一秒现出了领圣妖王的模样 嘴里唠叨的筋骨快断掉了 问牧城神尊装不累吗 还不出来 下一秒鲸鱼消失不见 牧城神尊老神在在的出现在眼前 指领圣妖王要是闲累 就待在家里 干嘛也来店里 明明能起来动 自己却不动 还在那里念叨 领圣妖王说他才不要动 上午就是在地上走动 被人见到说他好可爱 还趁机摸他 那个也摸 这个也摸 拜托 他可是妖王 不是那种卖萌的狐狸 牧城神尊不去而回领圣妖王 这么不情愿 就别来了 领圣妖王说不行 家里太无聊 待在这里比较好玩 也能等闺女们回来 牧城神尊发出了这声音 果然父子都是一样 诗文奇让领圣妖王小声点 别吵他们看电视 领圣妖王和牧城神尊 觉得他们怪异 走过来看 李平倒了几杯果汁给他们喝 李瑞问怎么没有看到周天奇爸爸 李平说他去冥界 说帮你有事要忙 听到冥界二字 李瑞又想起了清选 但很快的打消念头 因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忙 电视新闻播着摸索高中 清晨在热射车发现了一名女尸 全身赤裸 下半身有被侵犯的痕迹 身上还有一些不明的伤痕 不排除是情杀 经过调查 证明实者是这所高中高二的学生 林宇 林宇的家中 只剩下一位奶奶 跟他相依为命 昨晚奶奶等不到孙女回家 请邻居们帮忙找 结果等到 却是孙女的恶号 主播的声音还播放着 诗文奇气得用力拍打桌子 大喊这凶手真可恶 他一定要抓到这凶手 很K一顿 但李瑞颖看到死者的照片 差也喊这名女生 就是那天在走廊上 他不小心撞到的人 诗文奇仔细地看 确实是那个人 李萍也惊讶 这女孩是捡回收阿婆的孙女 大伙儿听李萍讲 有位阿婆都会来这附近捡回收 很多人都叫阿婆别做了 该想亲服了 她说还不能休息 她还要抚养孙女 阿婆的孙女很乖 有空时都会陪阿婆来捡回收 每次她们来 她都会请她们吃甜点喝咖啡 大伙儿听完更加舍不得 这名乖巧的女孩 竟遭到这般残忍的杀害 叫阿婆要如何接受 李萍想到那天撞到淋雨时 她好像很紧张地拉袖子 难道袖子内有什么玄机吗 不对 九月天 天气还很野热 大家都穿短袖 为何她还穿件长袖的外套 也太奇怪了 李萍才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淋雨都穿长袖 从未见过她穿短袖 问她不乐吗 她只说自己身体虚寒 不忍着凉 诗文起模仿起李锐描述的动作 又回忆新闻的内容 猜测淋雨会不会是在遮伤痕 不想让人发现 学过反问 伤痕怎么遮都会有露线的一天 诗重昏回 淋雨就是不想让人发现 她身上的伤 才会这么刻意穿长袖的衣服 周天琪偏偏这时候不在 不然有她在找线索方便的居多 结果周天琪虚无一生出现 她只是去下面一下下而已 有必要找她那么急吗 不慌不忙的飘过来 同行的还有阿里 学过问阿里怎么来了 不是该待在明界吗 阿里说清雪还在吗 叫她先上来 恰恰遇到周天琪就一起上来 还看了一眼李瑞颖 李瑞颖听到清雪还没有要回来 有点失落 施重昏把命案的事跟他们两个讲 周天琪火大的叫唤大山 大山马上出现 周天琪要大山带些小鬼 去找寻淋雨受害的线索 大山助命的迅速消逝 李瑞颖说她想去学校 淋雨的魂魄一定还停留在原地 说不定能问出什么 施重昏立即也阻挡 说李瑞颖现在去 会被警方当成嫌疑犯 先等等大山的消息 吃完晚饭 大家讨论淋雨的命案 李瑞颖心烦意乱的走到屋顶 望着沐浴般的星空 他不由自主的回想起 与清雪哥在这练功的情境 阿里悄悄的来到了李瑞颖的身边 问他怎么不跟大家聊天 李瑞颖回 他回来后就一直偷偷看他 是不是有话要跟他说 阿里说他真聪明 怪不得清雪会收他为徒 他的确有事要说 李瑞颖担忧我问 清雪哥是不是出事了 阿里给李瑞颖一个忧心忡忡的面容 说很多神在背地里取笑清雪愚笨 不在天界当皇子 居然跑去冥界当冥王 那时的冥界就像是一盘散沙 毫无章法刚计 是清雪地定的一套严厉的规矩 来整顿冥界 付出了辛劳与心力 没人感谢就算 还一直拿子林的事来羞辱清雪 他们可知子林死后 清雪这个人都变了 变得不再相信谁 选择封闭了自己的心 当一个无情的人 李瑞颖脸色不嫁回 清雪哥没有跟他说过这些 阿里说清雪当然不会跟他说 因为清雪从不把自己的委屈 倾诉给别人听 他不说不是代表他没事 而是他选择了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 李瑞颖又问 清雪哥这样过日子不累吗 阿里回累又如何 没有人真心懂他 就连至亲的哥哥 对他也只有责骂 李瑞颖问天地又骂清雪哥了吗 他对清雪哥会不会太严格 阿里露出了鄙视的眼神 说那不是严格 那是病态的禁锢 在他的心中 只有天地的名号最为重要 清雪只是一个 匡扶他地位的棋子罢了 深深的叹口气说 天地知道领圣妖王与雪破 也参与了杀红旭的事 对清雪破火大骂 使他丢尽了神祖的脸 李瑞颖不解 这怎么会是丢神祖的脸 大家一起合作杀敌 总比孤生奋斗来得好吧 阿里回因为找妖界帮忙 就代表他们神祖的能力 比妖界弱 这样妖界自然不会把神祖放在眼里 李瑞颖不可置信的 说这是什么想法 干爹跟雪破哥 根本不会因此看清神祖 大家只想杀死红旭 维护三界的和平 难道要清雪哥一个人去杀红旭 壮烈的牺牲才算伟大吗 到底是清雪哥的命重要 还是面子 阿里也苦笑 这下李瑞颖明白 清雪在天界有多么的不快乐 李瑞颖无法想象 清雪哥在天界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不那不叫日子那叫煎熬 李瑞颖想了想觉得不对劲 天地怎么会知道干爹跟雪破哥的事 难道是李瑞颖还未讲完 阿里率先的给答案 天地暗中派人监视清雪 还好牧城神尊一直幻化成金鱼的模样 才没被发现 不然天地要是知道 昆主也参一脚 清雪不知又要受多少苦了 李瑞颖受惊 原来牧城神尊跟干爹 故意幻化动物的样子 是怕被天地发现 那么他们早就知道 天地在监视清雪哥吗 阿里回不知道 但也猜得出来 因为天地神性多疑 怎么可能 清雪来人间查案 他的反应会那么平静 一定是有派人监督 不过他刚刚有把这事跟雪破说 雪破说会揪出那个人 再找个聪颖的九尾狐 乔装那人的模样 再对天地禀报假消息 李瑞颖认为这个方法 虽天衣无缝 但纸终就包不住火 天地从有一天 会发现到到时该怎么办 阿里说 现在先不管那个 反正传道桥头自然值 要是发现了 再想办法应付吧 李瑞颖忧心清雪哥的状况 他现在的心情一定不好 阿里说 清雪已经习惯了 意味深场的看李瑞颖 说他一开始并不懂清雪 为何要收他为徒 后来相处后 他明白了 因为李瑞颖跟清雪很像 不管是生长的环境 或是亲人 他们同样是得不到 至亲人的爱 经阿里一说 李瑞颖才恍难大悟 清雪哥的遭遇跟他很像 他是妈妈果世 爸爸跟奶奶不待见他 清雪哥是父母双亡 唯一的亲人 眼中只有另一 也非真心的待他 莫非是这样的因素 清雪哥才选他吗 阿里洞悉了李瑞颖的想法 说一半 清雪的确想帮他 不想他和自己一样 谈起人生的路途 只有悲惨 没有快乐 李瑞颖问那另一半呢 阿里说 要他自己去问他 李瑞颖笑了 说之前不认识清雪哥时 听到大家讲他很恐怖 喜欢抓鬼去油锅砸 可后来相处后 他发现清雪哥不可怕 只是很严厉 但他严厉的初衷 是为了对方好 而且很细心的照顾对方的情绪 阿里倒是很意外 李瑞颖这么快的对清雪改观 微笑的要李瑞颖加紧的恋笛子 自清雪在冥界时 每天唠唠叨叨的 他笛子有没有勤加练习 他听得操心烦的 李瑞颖理直气壮回 他每天都有努力的吹曲子 不信他现在就吹 拿出了短题 吹奏了震魂曲 阿里就站在那里看 脑海幻想着 要是李瑞颖是平凡的人 那该有多好 和阿里谈过后 李瑞颖在心底暗自的发誓 等清雪哥回来 他一定会对清雪哥很好 每天都会做好吃的饼干 泡好喝的茶 每天让清雪哥过得开心 不让他去想那些糟糕的事 他做好吃的 他在家子 一样 是 你 你 感谢观看